穿著藍色上衣的男子 手拿繳費單 在檢查室外尋覓目標 苦肉記出招 說要出院沒錢繳 拜託拜託 但手上的繳費單日期露現了 發現沒人給錢 轉身走進檢查室 有男子假裝生病 真討錢 出沒在高雄大醫院 一樓後整區 被病患檢舉 才改到二樓檢查室 繼續找討錢對象 他拿繳費單 不是當天的 是好幾天前的 還一直說差七百塊 問變了整個檢查室 就像是在亂嗆打鳥一樣 裝沒錢到處討 網友笑說 吳本生意超好賺 一天下來少說 也有上萬元 最討厭這種騙人愛心的人 騙十個人就有兩千 比上班還好賺 但也有人真的遇到 直接跟他說 一起去繳錢 他就跑掉了 因為我看到他 我就會打電話給我們請問 就把他趕走 其他門診區 他們也都知道這個人 上次還有人 給他一千塊 民眾只急騙人 討錢的男子 還不止一個 同樣的套路 在各大醫院輪番出現 請民眾特別注意 有愛心想幫忙 也千萬小心 不要被騙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任務 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 總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